- 美食天地 妳 妳 她 美食天地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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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裕先生你好 - 妳好 - 你有覺得你今天帶來這台茄子 - 告訴我我知道你今天要做什麼 妳要做什麼 我一看 知道妳要做米糕 對喔 我有厲害嗎 但是喔 今天的米糕好像 那個比較好做 比較簡單 米糕都比較簡單 但是我覺得妳的米糕的療法 比較棒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 麻油雞米糕 喔 我最喜歡的 所以說 今天這個米糕 要跟妳五星級的做法 真的嗎 對 跟雞肉要怎麼 我們的米糕放過米還沒差 或是說一般的雞肉飯 炸過 這要做圓堡肉飯 真的喔 我們現在讓妳放了三天 沒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它叫米糕跟雞肉飯 米糕跟雞肉飯是什麼差別 米糕就是 一般的米糕就是糕糕 糕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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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可能是失敗品 是 它就說出手 喔 對喔 那雞肉飯呢 不是在雞肉飯嗎 對 是不是要雞肉 我才叫雞肉飯 那妳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我們做麻油雞油飯 油飯 這是 在秋天 秋天跟冬天過年 常常要做的東西 是 像人家說的青牛肉飯 對 或是說那個 要補湯 人家都說吃一個麻油雞酒 對 那是麻油雞飯 雞飯 油飯就對了 我這個要吃 但是今天在廣東面 應該也是 比較熟悉 古早味 你知道嗎 你今天如果沒有來學一下 你不知道這個米 要怎麼煮熟 真的嗎 真的 好 那我們忘記了 這有技術的 人家說的嗎 基關唱在橙口堆 那麼你的橙口堆唱什麼基關 來 我們今天所有準備的料 是 我們有到料要比較膨大 我們加在土豆 真的好棒喔 土豆這麼大了 那是香菇 香菇 對 這像我們是要擺盤的 是 這是要老薑 老薑皮 那 煮米 煮米是當煮辣嗎 當煮辣 好 要買 要買骨 要煮米喔 要煮米 有什麼骨米比較快暖對不對 骨米它蒸起來 它的米不會這樣 綠綠分明 綠綠分明 了解 綠綠分明 這我們的土豆 土豆 對 去骨的喔 OK好 來 現在呢 我們現在水可以滾 我們用熱脹法 熱脹 熱脹法 熱脹法 是 這就是技術在這裡 因為你水要滾 對 水沒有滾不能放上 是 因為蛋白質它會熟悟 了解 所以煮米它會像 Q底下這樣 這樣 熱脹法 現在把它拌拌 是 現在用水 水的熱度 是 把米現在沒有膨脹 好 好 這樣就好 現在 它直接給它錢 好 現在這個米 要把它翻動 是 這個米它會產生 它會產生膨脹度 是 就不會產生說 你先不頭 不熟 不熟 不得力 這樣 對 等一下我們是要用蒸嗎 用蒸 用蒸喔 這就可以蒸了 直接就這樣蒸喔 對 真的假的 技術就是吃 現在 現在熱脹法的時候 是 我們現在讓它熱脹法 我們現在來切這個 處理塊雞吧 你油下去 油 油 對 現在 米糕 我們的油飯 你知道嗎 放這麼久 就是說 我們的東西都要用油和浸過 要用油浸過 你要不要用油浸過 重點不吃 你如果沒有用鹽炒的 你要馬上吃過 過度你就會燙 真的假的 對 現在給它熱脹法 它現在在炸 你把它熱脹 好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你肉沒有浸過 它的水分 和它的糖 一直在裡面一直發酵 它如果稍微不注意 米糕很快下去了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把它 沒有把它吐水 沒有把它吐水 吐水 我說我們用油把它吐水 這樣 用油和吐水喔 對 米糕也要浸過嗎 沒有 米糕 你所有的材料要吐水 吐水 所以說你做菜的東西 它就是不好 我知道 你看看這個料理 你就是在學菜 這樣喔 好 我學起來 那些所有的材料 都要把它吐水 要吐水 要吐水 炒過的不行 炒過的容易燙 也是容易燙 我如果油放得多呢 這跟油的關係 真的嗎 五分之百 炒魚 這樣啊 所以說 你今天來看過 你就知道 這原來就是這樣 熱脹法就是這樣 放起來 這麵在煮麵嗎 現在我們米糕做菜 等你吃我們的油飯 還是米糕做菜 你也知道吃出魚的感覺 如果我們請教 像這樣煮喔 你這樣浸過之後 它是不是會可以 加快 加快它蒸的那個效果 那個速度 因為它的速度跟它的氣溫 我們把它控制多了好 這樣 這個飯蒸起來 這樣蒸起來 這樣嗎 它不會滾滾滾 所以說熱脹法 有時候有人會說 會說 會說 我要做魚飯 我沾到它泡了 對 你沾到它泡 泡到現在 吹起來 會油門 會泡什麼 真的假的嗎 它米現在產生 半透明狀 對 再讓浸去 我們就可以起來 要半透明度是不是 對 沒有分說什麼時間 沒有 只要看米的腐化性 但是重點在 就一定要滾下去 米要洗不洗都沒關係 這時候不用洗 有什麼 不要洗的時候 我們熱脹法它會 所以 它這個熱脹就很容易把米 削成 只要你把米洗出去 把這個蛋白質 都洗掉 了解 好了 開始要炸肉了嗎 對 我們現在要用米的 OK 這是進我們的香菇 進香菇 對 土豆也要下去嗎 好漂亮 好漂亮 待會兒 這樣喔 要把它蒸 有這樣 黑一天一天就要蒸嗎 因為這樣 它起來 那個透氣光 你覺得說 哇 你怎麼會變這麼漂亮 真的嗎 老師你現在用飯來蒸這樣 要蒸多久 25分 25分 這樣你一邊這樣蒸的時候 我一邊這樣蒸 怎麼蒸 好的鍋子就是這樣 對啦 不用洗 還不會夾鍋 好 我們一加麻油 是 麻油 要把薑放進去 薑放進去 對 薑放進去 薑放進去香 把它 把它做做的 把它做做的 對 對 對 老師這樣現在好了 這個料要把它倒進去炸嗎 是 這樣 這樣 你現在要把它炸 做火炸 你怎麼我以前在做都怎樣 在料 把它炸一炸 我米也都把它倒進去炸 這樣喔 那個東西 你這樣做 大概大概 10分鐘就炸 這樣喔 對 我告訴你你看 撥水多重要 所以你現在撥起來 你剛放進去 它還有水分 你現在炸到沒有水分的時候 這樣 我們才開始加進去 沒有水分 不管你做油飯做米糕 第一個 要加醬料就是要醬油 是 你是不是如果沒有加這個 你做菜 你的米糕油飯都不會香 就炸在這裡 真的喔 一大匙的醬油 不可以加醬油 一大匙的醬油就可以了 一大匙 這樣就炸 好 你把它炸 我們這裡要把它炒好香 讚 米糕 米糕喔 米糕我們要炸這個鍋子 給鍋子餅 炸一下 我們要炸 炸一下這樣 讚 再來才可以下我們的 胡椒嗎 好 要下什麼 我看一下 胡椒粉 好 胡椒粉 糖 還要糖喔 糖 我們的雞粉 然後少許的鹽 少許的鹽 少許的鹽巴 對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看你的米有多少 你就人多少 來 我們加水 加水 好 來 綜合一下 這個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我們待會兒要做底 因為過年嘛 要有一個紅心 這樣喔 那我們等一下做紅心 做紅心 對 代表喜氣的樣子 代表喜氣 好 好 我們現在 這個油盆 開開 是 米我們把它拌一拌 拌一下 拌一下就是說 它現在水切底 是 我們現在讓它充分的 活躍起來 對 讓它平均 熟熱 我們現在再開開 對 這個就要炊 這樣喔 大火 這樣還要炊 還要炊多久 我們還要炊10分鐘 還要10分鐘 那這裡呢 這樣喔 我們會灌比較小 這樣會慢慢滾嗎 對 這樣滾喔 水比較乾的嗎 會比較小 讓它控出它的味道感 好 這樣我們就香檳都在蛋 好不好 對 蛋到這樣 差不多這邊水滾了 這邊米還要炊好 我們再過來做其他動作 好不好 稍等一下 馬上待會兒在這部現場喔 唉唷 怎麼這麼好吃啦 我剛才看到你耶 我真的這樣說 我煮那麼多米糕 不像我這次的米糕 你怎麼吃過 所以說 很多媽媽 或是 媳婦也聽說 還叫我做米糕 還要怕死 你怎麼看這個節目 真的 所有電視機 爸爸媽媽我沒有跟你拌 真的有夠好吃的 真的耶 真的耶 那米有夠好吃的 真的耶 我們沒有用特殊的東西來炊 我告訴你喔 真的耶 不過你要看 你要重點再來 你要看你吃的米 都熟了 對 米如果都不熟 你把它倒過來 怎樣炊就熟了 你怎樣拌在料裡面 你想我撈下去 還在炊都不會熟了 這樣喔 好 來 老師 現在把它倒過來 要把它倒過來嗎 小魚喔 你看米有漂亮喔 這樣 米粒分明 然後兩秒鐘 我們現在要 你要加這個 不然要加這個都沒關係 我要加 我要加 這是加粉 但是剛才我們在 你讓它煮的當中 不能加起來 這樣喔 這個 油飯 這個雞肉 油飯做起來 會太複雜 會太重 不過你現在把它加上 可以開火嗎 要開火嗎 要開火 這樣就好 這樣喔 這樣拌就 有 你的平衡 要這樣拌 要這樣拌 對 老師你拌 拌是要這樣 這樣 拌開 這樣 拌拌 這樣它就吃了 這樣拌拌 再來我們桌在這裡 好好吃喔 桌在這裡 這個水再開一下 我們放一下清火菜 好 來… 對 老師我剛才剛才一間也吃 有說好吃耶 你等一下媽媽怎麼會說 可以外帶 不能外帶嗎 這個東西呢 老師我會外帶 我先說喔 我外帶喔 你看電視你會說 飛飛起來 我這個東西 怎麼做到車位 現在喔 我們這樣喔 倒閉 倒閉 你看 喔 是嗎 好啊 好啊 這樣把它拌一下 拌一下 來 拌一下 好 這樣 可以 哇 要把它拌一下 說讚耶啦 好厲害… 好厲害 這樣就是去觀賞廟裡 怎麼不起來啊 今天的美食跳裡 我們的 麻油雞 油飯 讚 真的不學起來不行 我們美食天地 下次期待什麼料理呢 謝謝 感謝我們的營燒 感謝你 我們下次美食天地點進囉 拜拜 好棒喔